这位猛男收割机的小泡芙到底有多受欢迎 不仅能被干爹周杰伦抱着长大 更是被陈小春和霍斯燕指名要预定的官方儿媳 从小就能收获这么多喜爱 就连观众都直呼羡慕 但要说小泡芙为什么能得到如此多的宠爱 其实和他爹刘根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前段时间因为健身操爆火的刘根红就是小泡芙的亲爹 其实当时大家很难把他和周杰伦关联在一起 比较两人在云朗圈的地位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怎么说都是不可能相交的 但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对于周杰伦来说 刘根红是一个不能忘怀的存在 当时周杰伦还在乐坛底层摸爬滚打的时候 刘根红其实早就小有名气 但是他并没有建议两人之间的身份差距 在周杰伦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 周杰伦没低风筑 刘根红就将录音棚躺出来让给他 周杰伦没衣服换洗没饭吃 他就将自己的衣服和吃的都分出来一半 除此之外两人还经历过生死 一次两人打完球后 就回到了刘根红家洗澡 结果竟碰上了瓦斯泄漏 好在刘根红其实报警 最后两人才得以身还 此后周杰伦对刘根红就更加的信任 他们成为了国民兄弟 即使周杰伦在之后爆火 他也丝毫不顾及媒体的惊讨 依旧会每天跟在刘根红的身后 当时台湾还流行这样一句话 要想拍到周杰伦 只要跟着刘根红就可以 由此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而在刘根红结婚收下小庞夫之后 周杰伦更是自告奋勇地挡起了干爹 只要一有空 他就会到刘根红家串门 据说他还是小庞夫的花花老师 说到这儿 或许大家都会觉得 小庞夫是靠爹才能赢得别人的喜欢的 但现实不然 跟小庞夫相处久了 大家就能发现 就算没有强大的背景 小庞夫本身的个性 也能让他比同龄人更加出彩 在湖南威时爸爸去哪 第五集的综艺节目中 刘根红带着小庞夫 一起和其他的几位家庭见了面 当时有一个环节是 要让小朋友们互换爸爸 而小的是小庞夫正好 与山基哥陈小春分到了一起 看过往期节目的观众 肯定都坚持过 陈小春对待他儿子是多么的严肃 哪怕儿子走路慢了一点 他的会议及索网宁是射过去 仅值要把人吓死 而且他还因为对儿子太凶 被观众骂上了好几次热送 可正当这次 观众为小庞夫担忧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发生了 陈小春自然一改往日的严肃 不仅说话轻声信语 而且只要看到小庞夫脸上 就一直勤着笑 简直就与之前对待儿子的情形 天让之别 节目中小庞夫要喝水 陈小春会将水放在环里 五热了再细心的拧开 恨不得亲手喂给小庞夫 不光如此 他还在节目中直言 要让儿子长大后跟小庞夫结婚 陈小春对小庞夫的喜欢是藏不住的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竟然还有人比他更急不可耐 这个人就是霍思燕的儿子 恩恒 恩恒在见到小庞夫的第一天 就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他当着老父亲流更红的面 快速地在小庞夫的理声 轻轻地亲了一口 而这一直接让流更红暴走 之后他更是单独给女儿上起了通俗易懂的性教育课 但相比于流更红的紧张 霍思燕则是满脸效应 他抱着小庞夫爱不释手 更是直言让老公杜江努力挣钱 以后小庞夫做他家儿媳妇 要给他买很多大钻截 小庞夫的可爱很受大家的喜爱 但其实除了可爱之外 小庞夫沉稳的性格也非同一般 在暗横被枪走玩具时 小庞夫会表演挡杆 转移他难过的注意力 在爸爸们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不仅没空 节目中小庞夫的表现特别出彩 不仅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 更是成为了国民儿行 不过小庞夫能成长成现在这样出众 其实和流更红的教育也离不开关系 在小庞夫不想做游戏的时候 流更红从来都不会去强迫他 而是选择耐心的倦解 在小庞夫被嗯横清了后 流更红也是第一时间向女儿传输了性别意识的重要性 而除了小庞夫之外 流更红的其他两个孩子也十分的优秀 身为男孩子会留着长发 目的则是想要捐献给癌症患症 人们常说家庭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也有人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如今流更红的几位儿女都冲落得大方得体 可见他除了健身方面 在教育上也是十分成功的 作词研俗